你好,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歷史隨想當然要開播 本來我會說要講Richard the Lionheart 但我這幾天當然要準備一下 因為如果想順利地講Richard the Lionheart 實際上 有些前面的鋪墊 由William the Conqueror 即是開國的征服者威廉 直到施心理策 總共經歷William the Second 然後就是Henry the First 然後 中間就經過Steven 然後Henry the Second 然後才下去,中間有四五代君主 還有一段大家爭一輪的時期 如果就這樣說下去,有些前因後果未必說得清 更何況 在Henry the First 其實簽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那個叫Charter of Liberties 可以說是後來 Charter of Liberties 應該叫自由憲章 就是在後來 大憲章的前身 大憲章不是無緣無故搞出來的 在大憲章一百年前出現了自由憲章 而自由憲章出現的背景 其實某程度上跟Madna Carta有幾分類似 而這個又跟英國的特殊結構有相關 但如果你要說到Henry the First的Charter of Liberties 就一定要 拉前一點 也就是說,你要看到整個歷史默落 就是英國 由當初征服者 威廉 將英格蘭身為 洛曼帝大公 但是就走去拿了英格蘭的皇位 就做了英格蘭國王 但是 他是打算借著英格蘭得到的人力物力 去協助他 在法國本土擴張他的勢力 然後最終就要拿到法國的皇冠 但是為了這樣,你就要把兩個 文化上不同 這個法律上也習慣上有不同 不同的地方,要組合在一起 往往是有很多複雜的問題要處理的 幸好當時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有很多東西不是直接管治的 是通過,等於是外判 不過就不能叫外判 應該說就是我分封給不同的家臣 由他們代管 但由代管,如果你說是同一個地方 在法國裡面,好像法國國王 下面一大堆家臣 都尚且會出現一些很強大的貴族 例如洛曼帝大公自己本人就是 還未計例如 安瑜伯爵 不列甸尼伯爵 不列甸尼伯爵 阿基達伯爵 這一大堆有通通過手上的實力 完全是可以大 這個法國國王自己的 甚至直屬領地計 法國國王 拿著巴黎那一大堆地方 其他奧爾良那些都要靠奧爾良 其他的伯爵 來支持 那些叫親王派 那裏有歷史背景 但這裏就不說太多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 真的 說多一百集都不會說完 裏面的歷史太複雜了 裏面的歷史 要回到查理曼的年代 但無論如何 當你搞到這樣的情況下 有這麼多的 貴族可以要脅 到英格蘭本身 第一 英格蘭裏面仍然是分風的 不過 我之前那一集已經說過 因為英格蘭比較特殊 英格蘭由安格魯撒克上人 和丹麥人之間的爭鬥 兼最終的統治 其實他們 有一段是承繼了丹麥人式 北歐人的自由城市 自由城市的玩法和封建制有些不同 然後與此同時 安格魯撒克上經營了幾代後 實際上已經逐步建立了一些行政單位 而他國內的貴族相對沒有那麼強的實力 所以 變成了英格蘭本身 是比較有可能製造出 一個行政系統 而法國還是停留在封建系統 所以在這兩種不同的架構下 當然 其實對於William和他的後人來說 是有機會可以利用到英格蘭 因為英格蘭可以少煩一點 英格蘭最要煩的就是 如何將他們身為入侵者的 和當地的安格魯撒克上人 慢慢慢慢融合在一起 這個融合當中當然是有鎮壓 所以也要 一方面將不少人趕走了 也都殺了一批人 趕走另一批人 那批人有些就跑去蘇格蘭 有些就跑去威爾斯 於是乎也代表了 這些洛曼武士也要向蘇格蘭 要向蘇格蘭不容易 因為蘇格蘭的實力也相當強 但要向威爾斯擴張 至少將南部全部落在自己的手上 但另一方面也要做一些 文化上、習慣上的融合 不然你沒辦法 將英格蘭的勢力消化 變成自己的實力 然後再加上洛曼 攻國本身的實力 利用這個實力繼續去法國擴張 要將來 把安瑜 把安瑜 這些地方一個個打下來 然後再包圍巴黎 這是他們的宏大的理想 但當中牽涉到很多複雜的矛盾 其實去到 施心理策和他的弟弟 毛地王 這個約翰 John Delegland 這兩個人合起來其實是總爆發 去到後面 前面其實已經有爆發 不過前面 情況和後面不同 帝國沒有擴張得那麼大 反圍的問題有時候比較容易解決 因為你面對局面勢 易策 當他 施心理策的父親 已經將 輕利二世 已經將國家擴張得那麼大 已經基本上 三分二的法國已經被他拿了 還未算過 通過恩親 拿來西西里的地方 再加上 施心理策 又拿來塞浦路斯 其實那個國家已經大得無論 會有總爆發 但是很多的小型爆發 其實在之前已經發生 所以為了 鋪電一下 這一集 先集中說了前頭那一段 甚至可能是兩集 一集是怎樣呢 這一集先說了 前面一段 變成不用一次過聽那麼長那麼辛苦 後面就會將 亨利一世 和亨利二世之間 他們面對的事情都鋪電 然後 接著一集就可以 鋪電好 推到 到去 施心理策就容易搞很多 所以就 內性一點 今天先說了就是 威廉一世 的情況 威廉一世 就是征服者威廉 他成功地拿到了英格蘭 然後他下面 可以做繼承人的 其實是有四件的 大兒子就是Robert Robert仔 二兒子 跟他一樣都叫William 第三兒子就是Henry 還有一個第四兒子 不過那個就好像 Hen guy ham得早 那個就可以不要計算了 那個不是Hen guy ham得早 應該外放也是第二度外放得早 這個已經不要計算了 所以最主要就是有三個人 三個可以當繼承人的人 就是Robert William 和Henry 這三位人士 Robert是長子 如果根據我們上一集說過 無論以血緣來計算 還是以年紀來計算 In theory 應該是他最有繼承資格 但是我們要明白 在那個年代的 封建制度 制度就有了 但是裏面因為仍然有 要知道英格蘭也好 洛曼武士也好 洛曼人都是信了基督教 三四代之間 實際上他們有了文化有了規矩的時間 不算長 而他們的封建制度 無論法國還是英國的封建制度 還是在一種初始階段 所以初始階段 規矩還規矩 但是 主軍的意願都很重要 同時也要得到貴族的支持 即是說其實都是一個餅制會 一個董事會 董事會裡面 威廉一世他是董事長 他當然 董事會裡面也有一定的規矩 即是說 如果你不是董事長那幾個年輕人 還要是不是legitimate son 如果你不是legitimate son 即是你不是野仔 野種 你看家族戲 野種是沒有資格的 走走走 最多給你錢 給你生活費 或者 隨便分間那些判頭仔公司 給你走開 最多都是這樣的 石也是這樣的 一般能夠入到董事會 就是嫡系的 正大老婆 大婆生的 小老婆是沒有份的 都是一樣的 大婆生的 跟著丁丁丁坐幾個 這個董事會裡面當然有其他的大貴族 當然另外有些位置要留給 教宗和他的手下 教宗就不會自己來看 但教宗就等於是其中一個慈分者 這個慈分者當然會Name人入董事局 這些例如 肯特貝利大主教 York的大主教 諸如此類 這些人都會有權參與 支持還是不支持 而且 威廉一世在征服了之後 他跟了 安格魯薩克遜時代 因為安格魯薩克遜時代 那個年代已經有教會 但那個年代的教會 肯特貝利主教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跟這些英格蘭貴族互相勾結 那個做大主教 其實也不是由教宗說得完事 當時的天主教還沒經歷格利高利七世的改革 還是弱的宗教 宗教的實力慢慢強 但是依然 還沒強到 挑戰皇后 也沒強到大主教的人選是完全由惡定 當時在英格蘭本地來說大主教真的是由國王定 國王作主 很多時候把自己的親信 跟自己好的貴族 支持自己的大貴族都塞進去 所以往往 會有一兩個身份 所以試過 不知道哪個國王說 我要捉哪一條 我要捉哪一條粉搶的主教 他下面有一條小子跟他說 就是William William不是一世二世的兒子 我要捉哪一條 我要捉哪一條 他有一條小子跟他說 老闆 你這條主教經常 睹眼睹鼻 肯特貝利大主教 跟隔利高利七世的 你不能聽你說 就捉哪一條 但是威廉二世民跟親信說 怎麼不可以 那個主教來的 教宗任命 我不是叫你動主教 我是叫你動 某某某某八爵 因為那個人有兩個身份 他既是八爵 又是主教 所以我不是叫你動 身為主教身份的人 我是叫你動身為八爵身份的人 你是動他八爵身份 但是其實乘機 製造了一個空隙出來 就把自己放進去 那時候是搞成這樣 教宗的 隔利高利七世改革 但是在歐陸也容易做到 但是隔了英倫海峽 要過到英國也不容易 所以那個時候 英國的皇室 繼承次序 理論上是 但是實際上 必須有大貴族支持 也要國王自己滿意 國王是有權處置 到底給他還是不給他 因為這是國王作主 但是很可惜 羅伯仔 羅伯仔真的是羅伯仔 羅伯仔勇武善戰 但是 也只是勇武善戰 是一個純粹軍佬式的人物 一個人前線衝鋒陷陣 很英勇 打仗能力很強 但是完全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到那個位置就是 他 基本上可以把 在他父親身邊有一大堆的貴族都得罪了 游當無盜 喜歡打架 甚至打父親 我就沒有試過 過了 沒有那種君主要有的尋 那種尋得住氣 他是沒有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William William這個真的是一個老油條 就是奸詐 厲害奸詐 表面上是口蜜福劍 那種叫口蜜福劍 口袋過油 但實際上是背後拿刀桶死你 最小的叫Henry Henry是三兄弟受得最多教育 這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原本父親沒有想過 William一輩子征服者威廉 原本從來沒有想過 Henry沒有什麼機會繼承 而沒有機會繼承 他最小甚至連分土地的機會也未必有 而一般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最大的機會就是出家做教士 所以就算不出家也好 可能是做阿哥手下的一些官員 那些事情 連封地也未必有 就算有封地也是小小的封地 有個彩衣給你去做 你也未必做騎士 但正因如此 他是受足教育 讀飽書 這三個人 Henry和William兩個年紀較近 而Robert是最大的 和他們相差了一節 所以原本 老皇帝當然有意思 被Robert繼承 但看著Robert 這些正式打架 不懂得用腦 的人 和貴族關係不太能處理 所以他已經有些心大心勢 而偏偏這個Robert 又真的惹了大禍 因為事然他兩個弟弟 和他就不太適合 老實說 一個軍佬脾氣的人 不太容易相處 但是兩個弟弟是惡作劇 大家玩色仔玩到滿 那又怎樣呢 拿了一個馬桶 裡面有誤的 走到樓上 看到大哥經過 就沿著他 沿著他 他當然是扯火 普利亞摩 那些混蛋 於是和他們打架 結果 威廉一輩子阻止 但是他阻止了 阻止了 有沒有被那兩個弟弟 應有的懲罰 又沒有 實際上 他不是 實際上 是Robert仔已經不太得重了 於是Robert仔 某程度上 又不能叫罪眾造反 但是 總之 有貴族就可能要搞什麼 結果搞完一輪 吵架吵完一輪 最終要靠媽媽 媽媽出面 和爸爸談 那 才談到一個方案 叫做兩兒子暫時和解 那個年代順便一提 打後你聽到的故事 聽到 他們那種日耳曼遺風 或者遺經人遺風還在 我之前說過 他們的領袖都是半是選出來的 其實 甚至就是 兒子托捕老爸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在他們那種生存環境 強者為王 或者強者做老大 強者當然不只是殺人殺得多 強者是可以帶領 你那族的人 或者帶領你那個部落 或者帶領你那個幫 可以去繁榮昌盛那個人 他要有決斷能力 要懂得知人善任 諸如此類的 你屎書聽得多的那些說法 於是看到這樣 唯有 兒子和父親和解了 雖然和解了 但是完全是因為有媽媽保護 但是媽媽不久就倒閉了 媽媽一倒閉了 大兒子知道 第一他和他兩個弟弟不合適 第二和他父親不合適 這樣搞下去是遲早的 唯有就開始離開 離開那個地方 周圍遊蕩 周圍遊蕩的時候 你可以說 其實 某程度上做了僱傭兵 他如果知道自己不得重的話 他也要為自己謀求出路 他也有估計王位 未必他一定得到 如果他留在英倫裏面 隨時被老爸殺 或者被兩個兄弟聯合做過 但是既然是這樣 那羅伯仔一想一下 不如去外面找 因為他作為一個貴族身份 去到哪裡都一定有人招呼他 如果有機會 或者可以做王子找到公主 大家結婚 通過結婚公主一定有嫁妝 嫁妝通常是一些土地 這樣的話 他成為騎士 拿了土地 他自己有一個風地 也好一點 好過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他就游蕩了一大輪 但也不太成功 他作為一個游蕩沒有事 但也不太成功 結果到後來 他老爸 要時間死了 征服者威廉要死了 他始終要想自己怎樣處理 他兩大領地 就是英格蘭王國和諾萬帝公國 他考慮過之後 他想著英格蘭王國 民情也複雜 如果被羅伯仔 就死定了 還不如留給威廉 他知道威廉 即是他自己的兒子 都是奸詐不輸其父 他找他去看著這班人 比較容易搞 諾萬帝公國 索性留給勇武善戰的羅伯仔 變成兩塊地 分開兩邊繼承 你說 奇不奇怪 照計是這樣 很麻煩 這是第一個麻煩點 因為威廉本身有兩個身份 他既是法國國王的手下 但同時又是英國國王 兩塊風地 如果走在一起 由一個人看完 誰從屬誰 其實有點怪的 照計他是用諾萬帝公國起家 由諾萬帝公國大軍隊 控制著英格蘭王國 照計是英格蘭王國 應該是一個傅庸國 傅庸於大公國 傅庸於公國之下 但實際上是倒轉 如果你說過那個格局 就是因為當初 在意大利的教宗為了牽制法國 因為法國開始強大 得有點不聽話 那個恩怨最初就是 在日耳曼地區的神聖羅馬帝國 帝王就不聽教宗話 教宗既然是這樣 我就扶植法國國王 然後還給了一件事 法國國王 在法國境內可以稱自己為皇帝 你在外面不是皇帝 但你自己稱自己為皇帝 你理論上 跟神聖羅馬皇帝平起平坐 因為有了平起平坐的關係 你不用聽他知笛 他就可以扶著法國國王來對付神聖羅馬皇帝 但又再一件事 又很壞不壞 當然你發覺自己開始發職 又有些不聽話 於是英國國王 他又扶植了英國國王 扶植英國國王 沒有稱他為皇帝 但有件事有趣 威廉取得到的就是 你在英國國內你是國王 你不是法國國王的項目 你不是他的項目 你不是他的項目 你在英國國內不是他的項目 但當你是洛曼帝公長的時候 你依然是他的項目 所以雙重身份是騎乎到真 但在中世紀 你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能夠建立的時候 唯有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因為風來風去 不知道誰從屬誰 唯有做一些有趣的玩法 這些是好教的 但是歐洲人玩慣的 這些招數 於是站在英國的角度 就開始想 威廉也會想 征服者已經想 我沒有理由回去法國做他的項目 我法國要有一個進攻 第一 軍事上有一個據點 第二 我仍然可以以法國貴族的身份 去拿法國國王位 如果拿到的 將來就是王兼二國 拿不到 我還有一個地方自己可以稱王 是你法國國王 你不可以直接命令我 如果我用諾曼帝大公的身份 諾曼帝公爵的身份 你可以命令我 因為合約上的認知就是 諾曼帝公爵 無論如何都屬於法國國王的神下 所以如果我站在那裏 我做諾曼帝公爵 我就要聽你知名 但是如果我作為英國國王 只會我用聽你知名 你也要跟他平起平坐 所以他在這個安排上 做了一個奇葩的決定 就是他異熟的 真正繼大位的那個 就是英國國王 但是將他的大佬打得 而因為諾曼帝公爵 也是一個四戰之地 他在北邊 雖然在北邊對著海 就沒那麼害怕 但是其餘的四邊 全部都不是自己引來 當時不列甸離也好 安瑜 Poynter Maine 全部都未屬於威廉之手 更加不用計 東面巴黎 法國國王更加不是 但是法國國王 和英國國王 是否一定這麼緊張 是否一定打架 又不是 他們是時而結盟 時而打架 當初大兒子搞叛亂的時候 老爸居然要去找法國國王 大家合起來 當然要給好處 給好處之後 大家去夾著兒子 然後再靠老婆調停完 才最終解決了問題 但是現在 大兒子 於是他打算 大兒子就給他做羅萬帝公爵 繼承了他 這個比較小 重要的根據地 就是由威廉去做 但是這個出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就是出現第二個問題 這個除了是 國王身份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貴族的效忠 特別是 兩地 英法兩地 都有 土地 都有莊園的貴族 那些本身是羅萬人 所以他本身在羅萬帝是有 或者其他地方是有領地 然後當初跟著大佬 我們從新界殺到油尖旺 帶著大佬 殺到油尖旺 他也分到泊車檔 桑拿房 夜場 那些東西 原生在新界牛屎飛的時候 有時候還有一些舊式的檔口 又收視頻 那些兩邊都有 那你就有個頭痛 我效忠誰 如果你把字頭一分為二 大家都是號碼 但是 大號碼就在油尖旺 小號碼就在新界 那怎麼辦 我跟誰 我兩邊都有 那我兩雙重效忠不能夠 所以貴族就在想 那不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怎樣都要捧一個 那他們想捧誰呢 你們猜一下 你是做這些堂口堂主 你想捧一個很聰明的 但是口蜜福劍 你知道他是奸 還是你想捧一個勇猛的 但是有幾分賊的 當然是假後者 賊的容易控制 一個政治上沒有能力的人 但是有軍事能力 而沒有政治能力的人 這群貴族就可以把他當作為自己做馬前卒 你幫我去打 但是打到回來 怎麼分配 就由我們這群人背後租了 所以實際上 你的國王分分鐘越打仗就越殘 於是就搞起了暴亂 1088年暴亂 但是失敗 原因很簡單 Roberts仔自己也沒有出現 當時他還在遊蕩 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 於是威廉 一看到威廉 即時出手 兩下就搞定這群人 搞定這群人之後 當然 他乘機把兩地合一 從此兩地合一 就是我的 這個地方就是我的 變成了 拿到一個地方 但是威廉 為什麼說他奸惑呢 這個人 他知道 英國 英格蘭的貴族裡 還有人想反 他爸爸鎮壓了一段時間 但是 他們隨時借機會反 如果反他的統治 尤其是威廉 當時的情況下 他想鞏固自己的權力 前面剛剛才說過 他連教會也應出 在教會中 他要放對自己的人 他要放一些 混血的人 混血的人 又是樂曼人 又是意大利人 用一些熟悉 意大利教廷事務的人 做自己的顧問 同時 也會把那些主教什麼 這什麼教區 不斷安插自己的人 放入去 要鞏固統治 這就和英格蘭的原生貴族 因為英格蘭新貴族有些也是佔著這些教區位 本身已經起衝突 另外威廉為了籌錢去打仗 手段都很差 我講過 因為理論上 如果遺產 老公雀過了生 現在由小公雀繼承 小公爺想繼承的話 其實要有一個手續 這個手續裏面 要宣誓再效 新的工作上要宣誓 再一次宣誓效忠 跟國王再效忠 第二就是要加筆遺產稅 遺產稅就精彩了 這個就變成政治手段 要打壓又可以 要收錢又可以 當威廉手上銀量不夠的時候 遺產 你的地的股值 你的地一千磅一年 但是遺產一次過扮的話 我收你三千磅 一次收我三千磅 我的土地值三年的連入 全部給你收了 那我吃蜜春 那你給不給 不讓我不扮繼承 不扮繼承你就拿了 我自己想吧 怎樣籌錢 怎樣去賺到錢呢 這個威廉還有一些賤格的事 就是把我相屬的銀行員介紹給你 哈哈哈 那些傢伙都是自己的傢伙 即是一邊放高利泰 給自己這些原本下屬 等他吐了夠錢 自己拿到夠錢就去籌集軍隊打仗 然後你的土地就抵押了給他 於是他就不怕你什麼呢 他就不怕你 以後不交稅 以後不去聽他知道 否則一旦 你就不用要了 那塊地我沒收 就做這些事情出來 所以英格蘭的原生 特別是Anglo Section的貴族 動漏萬貴族也頭痛一點 動漏萬貴族的招數簡單易用 而且他你不服就不服就跟我打 因為Anglo Section 在他沒轉手給洛曼人之前已經碎濕濕了 即是那個貴族實力已經不夠 如果他這樣一打散的話 就更加不夠力跟洛曼人去造反 所以威廉可以用這種骯髒的招數 就逼你那些人屈服 所以實際上有很多人對威廉這個統治不太順 但偏偏羅伯仔就沒有說話 亦都沒有去什麼 但威廉這個奸惑的人 看到這樣的情況 先打贏了 立了一塊地 等自己大哥回來又怎樣 兩兄弟 有得拆的 你不要說我不優待你 你參與那些貴族 有些人堆壞了 但有些人不堆壞那堆 大家 我們這樣談吧 那就是 你 跟我之間 大家互相 承認對方 什麼叫承認對方 如果我威廉死了 你大哥就是我繼承人 大哥你死了我又是你繼承人 先說數 那 好了 到了這樣之後 大家 說好數之後就開始相安無事 相安無事了一輪 你回來吧 相安無事了一輪 到今上 羅伯仔亦都不笨 當1096年 開始搞十字軍東征 當時羅伯仔就響應 十字軍東征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立即響 因為當時大家 他有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當然就是 如果我十字軍第一 我可以趁機 等教宗 記得一下我 你一叫我立即響應 打十字軍 借個機會借個應頭 我又可以去抽我當地的貴族稅 叫他們出人出兵 而且個個都知道東方有多富裕 如果我走去勝利 第一記可以做英雄散靈的招牌 將來可以召集多些人馬 打贏了的話 第二就是勝利屌你 那裡有很多錢 我也做一次賊 在那裡洗劫一空 我袋上 又有慰望又有銀 拿著一堆東西我翻譯你的話 我到時還不等搶了你 我搶回我弟弟的位置 扶你這個傢伙 小時候就臨我屎 大時候就搶我的位置 糟糕 我這次贏了威望又有 又會有教宗支持 到時又有銀子 隨時還可以跟某些 可以跟神聖羅馬帝國的公主結婚 還可以納一兩塊封地 還可以拿到 如果我外父是神聖羅馬皇帝 我還可以拿到他的支持 我到時不搶你 威廉仔 糟糕了 所以 所以 羅伯就會參加十字軍東征 但威廉當然也自然 威廉這些人 做法很簡單 不如這樣吧 你要軍費 要抵押你快地 你抵押給我 你抵押給我 我就 我就給你錢 你就去打吧 歡迎你去打 於是 他拿了一萬元帝國馬克 就去招兵晚馬 於是他就拿了他的地 到了這裏 威廉 二世 誰知沒多久 就打了 偏偏就是打十字軍東征 還沒打完回來 就在1100年 威廉二世 很神奇地打了 很神奇地打了 而William的死 又出了另一個大問題 就是因為William 一生未娶 兼且也沒有子字 沒有任何後人 連女兒都沒有 有女兒都還可以傳給女兒 女兒都沒有 沒有老婆 當然有小道 的估計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戀 或者相性戀 但這些我們不需要討論 重點就是當他沒有繼承人 沒有直系繼承人的時候 自然就要看龐系 如果從龐系來算 Robert仔還在打十字軍東征 於是最近水流台那個 就是我之前說的獨飽書 又懂拉丁文 又懂法文 又懂英文 又熟識英國 和Lormans 兩邊的法律 他熟得不得了 就是這位人兄 Henry the First 他亨利一世 就做了國王 正當地繼承英國國王 而他拿了英國國王這個位置之後 但是有個問題 他的出身太低了 本身 他的出身 雖然他是正式的兒子 他也是合法繼承人之一 但是第一 他最小 第二 他父親當初就已經沒有 把他當是 一個領主來培養 摩拉克是一個教士 或者 後備官員來培養 所以貴族本身就不是特別服他 甚至當初他父親過世的時候 威廉二世就有英格蘭國王 就算他大哥不得寵的 Robert仔 都可以做到這個洛曼帝大功 但是他呢 他爸爸連地都沒有留給他 就只是留了5000個銀幣給他 就叫他自己去買 去找地方買田產 而亨利一世淒涼到 終於他找到 不裂瘋狂 即是 法國左上角的一個半島 很近英國的一個半島 在那裡找到一塊小地 去買 誰知道買了 還要被人阻撓 結果 被他大哥阻撓 就等他 地都拿不到 最終就要跟他的二佬合作 William合作 對付大哥 就等到William正式封回那塊地給他 他的出身所以是低很多 但是因為他熟習法律 尤其是熟習兩地法律 一國兩制他都很熟 所以熟悉一國兩制 大家要記得愛國 有這種好處在這裡 再加上他通了幾種語文 尤其是 曉拉丁文都很重要 曉拉丁文的話 至少他還可以搞得到教廷那邊的隊友 但是始終他的出身不夠高 而當時威廉二世的統治 他在 威爾士的擴張就失利 在英國的貴族對他 怕 又恨 怕就是怕他的手段狠辣 但是恨他就是恨他做事 就是很不規矩 就是 如果用這個 書面文說很不地道的做事 就是太過不跟規矩 太過陰濕 太過狠辣 所以呢 英格蘭的貴族 不喜歡 不願意擁護 Henry the first 本身 甚至有一種造反的念頭 因為趁著威廉二世壞了 如果他裏面沒有繼承人 我是不是找另外可以找人來上呢 於是貴族本身 尤其是中小貴族不服 不願意被Henry the first上 第二就是 教廷也有點不一樣 因為 威廉二世當時 也是古靈精怪 又是那些騙招 搞得他和教廷的關係 非常緊張 所以呢 亦都是令到他 想坐的位置也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教會不妥 貴族不妥之外 實際上 另一個麻煩就是來自平民 尤其是那些 安格魯薩克順銳的平民 那群人 因為原住民 一直都不滿意 諾萬人的統治 所以那群人 亦都是有想造反的意思 所以亨利一世 你想想 威望不高 是吧 排名不高 威望不高 沒有什麼 過人的戰功 那又怎麼應付呢 你說大仔Robert那些 可能 消殺搶掠掠的招數 如果是阿倪的 當然是出一些 奸詐的權謀 那些招數 但阿三 既然他那麼熟悉法律 他就決定由法律 出手來解決 這就是為何會有了所謂自由的憲章 所謂Chart of Liberties 這個可以說是大憲章前身 詳細內容下集說 可以這樣說 今天這一節的結尾位 就是他用自由的自由憲章 把權利義務釐清 令到結果 第一 團結到那些貴族 那些貴族知道他的領地 他們的繼承 不會出問題 當然要尊重國王的意願 但是 不會讓國王抽稱古靈精怪 教會也滿意 教會某程度上 可以和英國王室和解 因為 教會 任命也得到尊重 但是當然 尊重當中 教會也要對英國國王的權力有所尊重 大家劃到邊界 到底如何相安無事 最後當然要尊重當地人 的生活習慣 但是尊重得來 他也不聲不聲 將樂曼仁 本身的規矩和習慣 和當地的又再一次混合 可以說是自他的祖父 不是祖父 應該是自他的父親 對不起 自他的父親 征服者William 來到 定了法後 隔了這麼久的時間 第二次再立法 他也很精明地運用 把Edward the Confessor 即是懺悔者愛德華 在上一個朝代 留下的習慣法 再一次和樂曼仁的習慣法 大家互相結合 而且他很精明地利用 習慣法裏面的特點 就是 用判例來立法 所以精神就說了 這是一個約章 大家定了一個邊界 這個不算一個法律 這是我們一個默契 一個協議 協議完之後 到他怎樣管治的時候 到實際判 就逐單個案子 逐單個案子 判 而判的時候 他就會利用他自己 國王有國王自己法庭 地方有自己法庭 但是他任命一班 釋法律的人 做他的助手 就開始 盡量把一些地方審不妥的個案子 或者一些貴族個案子 盡量拿到國王的法庭審 然後國王給了一個判決 每一個判決 其實就是立了一個新的規矩 以這種方式 不聲不聲就把權力收到自己的手上 所以你說 最終的效果厲害 就是他一樣把權力集中到 而且 他 出來的政策 都是嚴厲的政策 逐步逐步不聲不聲溫水 煮嘩就變成嚴厲了 但是嚴厲得來因為每次做到 都是按著法律規矩去做 而且大家都同意的有很多東西 同意同意下 慢慢慢慢就搞定了 所以在他在世的時候 那個統治開始變得有效率 這是第一次 將英格蘭和 法國和萬帝的地方 用這種方式 將大家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他在世 政府運作是有效率的 而且 逐步逐步結合在一起 但是有一個問題 同樣就是 繼承人問題 這個我們就留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我們就會說 這個 Chart of Liberties 自由憲章 詳細內容 其實不長的 他不像麥克拉卡 麥克拉卡是六七十點 大概八九點 所以我可以讀出來 然後就是 而且因為 大憲章是一堆貴族 和 John de Lackland John de Lackland是不情不怨的 是由一群小貴族搞出來的 所以亂七八糟 但是這個自由憲章 自由憲章 或者自由憲章 就是 Henry the First 亨利一世主動 和那群貴族談 所以這個思路很清 這個自由憲章 有了之後 接著就是 到他的管治 然後就是最後他面對的繼承人危機 又一次的繼承人危機 而這個繼承人危機 一個危機 最終走出了一個新王朝 叫金雀花王朝 現在這個 還是叫洛曼王朝 最終就出現金雀花王朝 而且會解釋金雀花是什麼 為什麼會叫金雀花王朝 通通都是和亨利一世 在世有關 然後就會由這個過渡入亨利二世 去到亨利二世 就會定了那個格局 接著在下一期 就可以正式進入 私心理責 其實到時你就會 順理成章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私心理責要發動實治軍東征 要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打仗 而不留在自己家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按讚、分享和訂閱 遲些再談 拜拜